晚间7点14分 三声鸣笛又大声又响亮 这回的火车并没有载客 而是要纪念18名 普庸马事故的罹难者 一年过去了 普庸马翻车悲痛 在受害家属心中难以抹灭 有人坐在台下低着头 抢冷泪水 有人则是拉着衣脚擦眼泪 因为自己的亲人 就这样无故葬送 还是无法接受 林家龙现身会场安抚 一个一个慰问 但双手再怎么握 还是无法抚平家属心中的痛 现在只盼政府可以积极抚恤 而不是推卸责任 这一年来就算撑不过 也是要慢慢的熬 很多人都说 这次事件家属赢了 台铁输了 可是在我们家属来讲 其实我们赢了赢了什么 一只只白色金色纸鹤 被点亮高挂成纸鹤树 民众亲手折出纸鹤 满满都是对伤者家属的祈福 普庸马结果依旧未明 虽然台铁承诺 每人1570万赔偿金 但赔偿归赔偿 真正能让家属走出阴霾的 只有真相 记者 徐日路 徐帮 台东报导